裴熙最强重担 就是沟通少了一些 他可能就是一个孤僻的一个人 大家总结赛上次了 不别到底 别再去 人家都会觉得他特别厉害 其实这都是表面上的他 但他一直渴望的是 有陪伴 有朋友 有人愿意跟他一块去打 裴熙成为破皇的最后一个队员